蔡碧如從金華城案調查到現在 她總是指手指腳黃珊珊 認為黃珊珊應該要負責 但她在市府的過程當中 到底跟審慶金有什麼接觸 然後跟朱雅虎有什麼接觸 她都完全閉口不提 那現在媒體爆料出來說 當時朱雅虎傳給李文中的 謝謝560的簡訊 也同時間有傳給了蔡碧如 蔡碧如蔡姐應該出來講清楚 說明白吧 朱雅虎說審慶金會幫忙解決 蔡碧如的薪水問題是跟柯文哲說 所以那個時間點 蔡碧如其實才是剛上任的部分區立委 根本沒有薪水問題 所以朱雅虎所說的 蔡碧如的薪水是 審慶金會解決到底是蔡碧如 個人的薪水還是蔡碧如做什麼東西 所需要的經費不曉得 所以蔡碧如必須要出來講清楚說明白 為什麼沈慶金跟柯文哲特別交代了 要照顧蔡碧如的相關的薪水 這個薪水是付給誰的 蔡碧如要出來講清楚說明白 他剛剛講說他上班不方便回覆 那中午12點到了 請大家趕快去找這個 現在人在台中的蔡碧如蔡姐 他們最害怕的金流現在已經曝光 而在這個檔案裡面不只審慶金 不只現在揭露出來的這麼多的大老闆 還有在禮拜天才剛剛歷經罷免投票的謝國良 也捐了也拿了兩百萬給柯文哲喔 這如果都直接證實了這就是錢的話 柯文哲這個秘賬上面為什麼收了這麼多錢 而這些錢跑到哪裡去 有沒有在民眾黨的政治獻金 還是藏在哪一個秘密金庫 民眾黨不用講清楚說明白嗎